穿着婚纱走上红毯是很多女性一辈子的梦想 不过对台东的高阿嬷来说经济有困难 加上独自照顾离癌的先生 穿上白纱俨然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如今高阿嬷的愿望传到了慈善单位的儿立 相关单位邀请了抗议女神贾永洁提供婚纱 和艺人小S一起出钱出力 亲自到场帮她圆梦 阿嬷披上白色婚纱 阿公换上鼻挺西装 两人手牵着手在防疫女神贾永洁 和艺人小S的陪同下 一起步上洒满花瓣的红毯 现场气氛既浪漫又文心 我永远爱你 阿公阿嬷坐在一起食指交扣 尽管两人爱情长跑多年 不过家住台东的阿美族高阿嬷 还是有一些遗憾 那就是披上婚纱走一回红地毯 如今在艺人小S防疫女神贾永洁的 合力协助下 高阿嬷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那时候生活比较困难一点 都没有想到说要放这个分析 如果可以永洁提供那个 圆梦的那件礼服的话 会更有意义 然后我跟永洁一提 当然没问题啊 永洁同期 永洁很痛 多年来高阿嬷除了要面临 庞大的经济压力 还要独自照顾罹患癌症 而且行动不方便的老公 因此一直都没办法 穿上白纱走红毯 没想到高阿嬷的愿望 传到慈善单位的耳礼 相关单位就邀请贾永杰提供婚纱 和艺人小S一起出钱出力 协助阿嬷完成梦想 自己在做婚纱嘛 我都会觉得说 真的这是一辈子 这是最棒的真爱 所以就二话不说 抗议女神协同艺人朋友 再度发挥影响力 给有需要的民众们 一个圆梦的机会 接着琉璃祥台东采访报导